昨天举行的秋豆游行 今年新增诉求反莱猪 主办单位号称有超过5万民众上街怒吼 要求行政院长苏贞昌下台 让苏贞昌最近有如盲刺在背 内阁改组声浪又浮上台面 对此苏贞昌避而不答 只表示针对诉求 已经搜集盘整民众的意见 回到立院向民众报告 也喊话国民党不要再阻挡他上台 而频频被点名接任隔魁的桃园市长郑文灿 跑新增的时候跟苏贞昌同框 喊话绝对支持苏院长 面对媒体持续的追问 他也说外界预期的内阁改组 绝对不会发生 请接牌 行政院长苏贞昌来到桃园出席接牌仪式 与市长郑文灿同框 合照比赞眼神没交流 但连访时又你推我我推你 因为近期内阁改组声浪频传 湖声最高的人选就是一旁的郑文灿 两人暧昧互动特别引人关注 不管媒体一路追问苏贞昌头也不回 到时郑文灿送车送到底 还特别停下来辟谣 很多人想要去挑拨分话 我支持苏院长带领台湾跟团队往前冲 你们想做的题目没有发生 连说好几次支持苏院长 因为光是莱珠叩关 今年号称有五万人走上街的秋斗游行 主要诉求就是要求苏贞昌下台负责 很多诉求 那我们部会都已经有一些回应 但我们也继续收集 寻答就是最好的辩论 国民党立法委员阻挡了11次 使得这个程序没有办法进行 实在是很可惜 这个是人数大概不见得15万人 他从这议题的表现 也不能说单一议题就这样的人 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出声挺自家院长 近期行政院风波不断 苏院长被盯得满头包 中央地方口径一致帮忙灭火 谢谢张宇川 刘伟辰 桃园报道